在前面的几个视频中,我们不断报道了 一位来自太阳系外的过路客 San Atlas 也就是第三个被证实的星级访客 这可不是本地出产的土著天体 到目前为止 整个人类只亲眼抓到过 三例这样的跨星级邻居 数量少得可怜 因此每一次发现都像百道珍稀动物 科学价值极高 尽管NASA现在把它按彗星归类 德国余利西研究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 苏珊娜、普法尔兹娜却抛出大胆观点 这类星级访客不只是带尾巴的冰赃雪球 它们可能是年轻行星的种子 能触发行星的快速生长 按它的理论 这些外来种子一旦闯进年轻恒星的物质盘 就像把一颗大核丢进周里 能迅速聚拢周围的气体与尘埃 从而大幅加快气态巨行星的成型 这正是多年让天文学家头疼的 为什么长得这么快的难题 星级访客3I Atlas为何被怀疑是行星种子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复杂问题拆成三块 一个一个地来具体分析 第一 它跟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彗星到底哪里不一样 差在出身、轨道、还是化学成分 第二 普法尔兹那的行星种子设想 究竟怎样一步步解释 巨行星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蹭蹭长大 第三 这个思路会 怎样改写我们对行星诞生时的理解 对整个银河系的造星造星球流水线有何启示 科学家之所以一眼盯上三I Atlas 是因为它走的不是环城小道 而是一条怪异的穿越路线 像是从城外直插市中心在阳长而去的外地车 本地彗星通常绕太阳跑封闭的椭圆 而它的轨道是双曲线 这在力学上意味着 它是从星际空间闯入 以此过境 速度够快 摆脱太阳引力后就不再回头 因此它与奥默默和鲍里索夫一起 构成目前仅有的三位实名登记的 星际访客俱乐部 稀有程度堪比熊猫 更棘手的是 这三位一个比一个不按常理出牌 让我们对彗星该是什么样这件事 一次次推翻再重建 奥默默在离开时出现了非引力加速 但又没见到典型的大量喷气尾巴 这种反常让很多模型摸不着头脑 鲍里索夫倒是长得像画 有漂亮的绘位和绘发 只是它的化学配方 某些气体与尘埃比例 跟太阳系同类还是有些异乡口味 如今三艾勒斯也入列 表现出彗星的活动迹象 比如受热释放绘发物 但一些不规则的细节仍提醒研究者 别急下结论 数据还要一点点抠 总体看 学姐目前还是 把它当作更像彗星的对象来处理 毕竟现有证据与彗星物理相对匹配 当它靠近太阳 内部的挥发性冰受热气化 从表面喷出气体小火箭 这些喷流能给本体遗迹侧推 导致轨道出现非银力微调 这是常见的彗星行为 不过 星级访客的离经叛道 也给了天文学界开脑洞的空间 有些现象用传统框架不好解释 就需要新思路来试探 例如哈佛的阿维 勒布 就提出过外星技术碎片的可能性 这是争议观点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 只能当作一种激进假说 放在一边讨论 对多数研究者而言 更务实也更诱人的问题是 抛开奇闻异试 这些星际流民 是否在银河尺度上 承担了某种普遍角色 比如重塑行星形成的节奏 这恰好勾连起行星科学里 一块老大男 巨行星为什么能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长成 一句话的癥结 像木星 土星这样的气态巨头 怎么会在短短几百万到一千万年内就吃胖 传统的西基模型讲的是细活慢工 微尘相互粘连 变成鹅卵石石块 最后对出行星胚胎 再进一步长成行星 这是一条从小到大的连续路线 可计算机模拟老是卡在一个尺寸门槛上 理论上过不去 当颗粒长到厘米米极 就爱彼此弹开 撞碎 而不是继续抱团 这被称为年节瓶颈 让成长链条断了 问题是 环绕年轻恒星的圆形星盘 只有几百万到一千万年寿命 气体一散场 生长就停摆 在这么短的窗口里 很难靠慢吞吞的方式 组装出大个子 可天文观测偏偏告诉我们 有些仅几百万年龄的恒星 身边就已经坐着帕姆星 这与慢模型明显不对拍 换言之 生长速度超标了 而San Atlas这类外来者 可能正是缺失的拼图 一颗预制的大河 在不久德国的一次行星科学会议上 普法尔兹纳正式提出 星级来客或许能直接充当行星种子 把开端这一步外抱 他强调 很多星星恒星系统并非白手起家 不是从尘埃灵起步 相反 他们有机会俘获 已经在他处成长过的固体块头 从小行星到彗星大小 这些本是在别的恒星系统中 被重力踢飞 流浪到星际空间的游子 一旦被圆形星盘的气体 与尘埃拖拽减速 不获 这个外来件就成了现成的大河 省去了漫长的从微尘做起的步骤 物理上也说得通 小颗粒更乐意被大目标的引力 与气流聚拢粘腹 而不是彼此硬碰硬把自己撞碎 于是聚集效率抖升 结果就是 一旦核心够大 便能快速吸射周围气体 尤其适合长出气态居行星 核心越早到位 气体在盘内尚未散进时 就能被抢到更多 模型显示 质量更大的恒星系统 更容易网住这些过客 引力更强 盘更厚实 拦截与减速效率更高 大质量恒星的重力向枪磁铁 能吸来更多种子 虽然它们的盘往往更短命 但因为起步和大 仍能在有效期内迅速作大 这与观测统计相契合 越是质量大的恒星 周围发现聚行星的概率越高 而像M型矮星这类小个子 聚行星比例就低不少 普法尔茨纳的外来种子恰好 给这条趋势提供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物理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 这并非要推翻先有模型 无论是卵石吸击 小颗粒连续落到胚胎上 还是重力不稳定 盘快整体它缩 而是与它们并行互补 换句话说 这是在工具箱里 再添一把衬手的扳手 具体系统可能多种机制叠加协作 行星的诞生可能分层推进 先由星际种子打底 随后由本地吸机与气体捕获来加砖天瓦 合力完工 因此 三埃尔茨的意义 或许不止于又一个怪灰星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机制样本 它让我们看到 这类天体如何在恒星系统之间来去自入 有时被盘拖住成了住户 有时只是打个卡就走人 一旦被年轻恒星的圆行星盘收编 它就可能充当新行星的地基 迅速引来物质盖楼 这把星际物体 从西汉器官提升为生态工程师 可能在银河系范围内 推动了行星种类与分布的多样化 若这一假设经受住检验 我们对行星如何起步 星际物体如何流通的整体认知 都得更新版本 第一大好处 它直接缓解时间不够用的老问题 让巨行星的快速长成有了现实路径 也就是外来大合一到位 气体还没散 就能高效聚气 于是胖子先胖不再神秘 尤其对比太阳更重的恒星 它们的盘虽然短瘦 但巨行星偏偏多 外来种子能把这对矛盾组合顺畅地连起来 第二个启示 行星系统并非各自为正 反而长期通过固体快递彼此连通 数十一年的时间里 恒星彼此互通有无 交换大大小小的固体构建 结果就是 很多行星并非土生土长 而是混合了银河系不同产地的频配 甚至不排除 木星的核心故事 可能追逐到地球尚未成型之前 就被太阳系捕获的外来快逃 这当然需要更多证据去查证 第三点 这让研究星级访客 从好奇探索升级为关键战略 科学投资的性价比直显上升 眼下样本只有三例 但随着维拉 鲁宾天文台这类光脚猎手上限 寻填深度与频率提升 年均新增陌生人的概率会大得多 样本一多 统计才说话 我们就能判定这些星际固体 到底常不常见 是否具备群体性影响 同时也能检验 它们的个头与数量 是否足以充当前期种子 支撑模型中要求的快速聚集 更激动人心的是 未来探测器 可能直接截停星际访客 来一次近距离会诊 搭载高分辨率光谱 与成像仪器的航天器 能测它的化学谱线 内部结构表面老化程度 从而判断 它更像普通彗星 还是预制星星河 这类拦截任务的构想 已在机构与学术界讨论 方案权衡 包括发射窗口 追赶轨道与科学载荷配置 当然 问题清单并未清空 关键环节仍带证据落地 比如 实际捕获率到底多高 多数访课是一扇而过 还是有相当比例 会被盘托满 留下来 再者 它们在盘中的存活时间 是否足够长 能否在气体消散前 触发失控式聚集 做大到关键预值 还有 总体供应量够不够 星际种子的产量 和到货速度 能不能支撑 我们观测到的巨行星风度 好消息是 这些都属于 可被数据检验的科学问题 随着细一带寻天与任务展开 未来十年内 有望主向敲顶 无论最终结论如何 这个假设至少提醒我们 别把星际物体 仅当作稀奇古怪 它们可能握着行星起源 叙事的关键钥匙 因此 San Atlas的身份牌 也许不止写着彗星 还写着行星的引子 它有可能是一颗行星的种子 一条关于新世界如何点火启动的珍贵线索 虽然理论尚待验证 但新望远镜与任务即将上线 更多观测和样本会告诉我们 这些星际旅人 是否真在暗中雕刻着行星系统 宇宙的谜底 从不一次性揭晓 我们会继续跟进最新发现 和大家一起把这些拼图 一块块拼上去